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 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 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主席的这篇新年献词 真是入目三分了 恩来 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是一句空话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在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结束之后 立即做好渡江准备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主席啊 今天小平已经从徐州 到达河南的暴风 刘伯承 陈毅同志 也在两天前到达西白坡 这边 在屋里呢 主席 刘伯承 陈毅前来报到 等一下 等等 好好好 多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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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好 主席 伯承 陈毅 正好主席 两位战神凯全 我们李当亲自出来迎接啊 主席 不敢闹我 淮海战场上 你们六十万打败了国民党八十万 这是战争世上的奇迹啊 老百姓都盼着早日翻身得解放 感谢你们哪 你们二位在路上 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啊 陈老总要照顾雪地里的老乡 要给之前的队伍让路 还要整齿部队的纪律 一来二去 来晚了 为老百姓的事情不算晚 本来前两天还说啊 等你们到了 一定请你们吃 四川的回锅肉和天烧白 为你们庆功啊 好啊 我跟伯承一道西外国 看到老百姓张灯皆在 喜气洋洋过去年 我们高兴得很 真的希望新的一年 有更多的解放区 更多的老百姓高高兴兴地过年 是吧 陈老总这句话 说到大家心里去了 不过呀 解放全中国的重任 还在各个野战军的身上啊 执行党中央 中央军委的决策 万里富中基 我们在所不测啊 淮海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北方地区再无大战 接下来的重点 是渡江作战 新的一年 我们要向长江以南进军 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伟大的胜利 这个任务 还是交给你们中野和华野 好 二十多年过去了 陈毅这个好字 从来就是 坑墙有力 掷地有声啊 华盛 杜江战役 我们争取打一个响亮的仗 好 他们提出要和谈 我的意见是可以谈 但是 要在我们提出的基础上谈 要是谈不拢呢 就两党和谈而言 蒋介石 没有一次是真诚旅行的 所以 主席这次请你们来 一是要汇报淮海战役的情况 再就是要着手准备 渡江作战 南方城市 是全国经济 金融 民族工业的基础所在地 我们南进务必要慎重 稳重 我的意见是 几个大的野战军 在完成渡江南进的 各项准备工作之后 要有步骤地向南方进军 从现在起 我们要集中精力 做好三件事 第一 筹备召开七届二终全会 第二 组织好渡江战役 彻底打倒蒋介石 第三 党中央准备进驻北平 筹备召开新政协 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那些爱国的各党派负责人 和五党派的知名人士 接到北平来 特别是在上海的宋庆龄 张岚 黄延培等人 没有他们 我们的新政协就缺少权威性啊 现在 宋庆龄 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 张建石迫于国际上的压力 还不敢妄加迫害 张岚被软禁在医院 黄延培也被控制在家里 他们的情况很危险 上海地下党正在想办法 来的路上 我跟博程讨论过 南方的相关城市 没想到上海的局面这么紧张 这才只是敌国双方 各举江岸的开始啊 未来一段时间 形势说不定更严重 等开完会 我们马上回去 早筹备 争取早日取得全面的身体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 实现真正的和平 减少人民的痛苦 中国共产党同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 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 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 一 惩办战争罪犯 二 废除委宪法 三 废除委法统 四 依据民主原则 改变一切反动军队 五 没收官僚资本 六 改革土地制度 七 废除卖国条约 八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 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淮海战场 国民党杜育铭固 绞强投降 历时两个多月 尖敌数量最多 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淮海战役 胜利结束 以六十万对八十万 创造了一个奇迹 此时此刻 我的夫人正在贵国 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 做最后的努力